包先生的这辆白色特斯拉Model Y是去年6月份买的 平时妻子开的比较多 他说最早是今年2月份发现尾灯开裂起雾 洗车的时候发现车子的灯罩里面有雾气 然后跟售货反映了一下 然后那边的意思是你把车子开到4S店里的 然后3月份的样子去开过去的 车子尾灯上面有裂痕 然后4S店直接就说反正车子在保修 直接就换掉了 包先生提供了当时4S店的委托修理合同 上面写着客户反馈 右侧尾灯净水面积超过50% 更换了右后外尾灯和右侧尾门车灯 然后雾气的问题 他说这个车子的他们这个车子有点先进 有这个呼吸的这个问题 然后会导致这个有雾气这个问题 两三天那样子就会消掉的 这个解释你能接受吗 我肯定不能接受了 车子开过去反正他帮我弄掉了 尾灯换掉了 尾灯换掉了 我想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包先生介绍 4月底的时候 尾灯又出现了开裂的问题 本来打算缓几天再处理 结果5月1号 车子被人追尾 送去维修的时候 又把尾灯的问题反映给了S店 他们那边那个老师看了一下 你这个车子的裂痕 是因为这个洗车也导致的 是说洗车房的那个洗车也太散 然后导致这个裂痕 记者现场看到 车辆右后尾灯里面出现了雾气 灯罩上面有裂痕 包先生打开后备箱 可以看到 尾灯黑色套件上也出现了裂痕 记者用手摸了摸 有的裂痕是贯穿的 有的裂痕表面平整 像是从内部开裂的 11月1号的服务记录显示 为执行作业 包先生说 对于洗车液导致尾灯开裂 从而产生雾气的说法 他不认可 肯定太离谱了 我那么多车子都没出现 洗车也洗出尾灯坏掉这种事情 这样之前开过哪些车 面包车 然后皮亚迪的S6 然后奔驰 奔驰车子 然后马自达车子 都开过 那也没有遇到过这种 从来没讲听说过 车子有呼吸这个功能 尾灯会裂开这种故事的 他跟我昨天说的 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 编个其他故事 那我也去理解一下 消化一下 洗车液会不会导致尾灯开裂 包先生开车 带记者去附近的一家车辆维修店 谁也是个东西 你说服饰行吗 你不能说服饰这么厉害 他已经给我换过一次了 他这个是二月份 三月份刚换的一个新的灯 四月份又开始做个问题了 那你这么算的话 你三月份换的灯 三月份换的灯 四月份又发现这种问题 那你中间也洗不了几次车 对呀 但是他说你是洗车也造成呢 你有印象中间洗过几次车吗 我印象中间就洗过一次车子啊 找到杭州江南新座特斯拉中心 工作人员让记者留下手机号码 他的情况你们都清楚的 当初就是他解释的 就这个老师专业 你专业的能力说的 就是专业性的主持的 然后那个车子裂开了那个问题 您当时跟他沟通过是洗衣液的那个事情 对是对外界就是非液体的外 非正常把它腐蚀掉 表面的灰液性下来 后来特斯拉方面回复 3月15日 3月19日客户反映右侧尾灯净水 经检查左后内外尾灯 右后内尾灯存在裂纹 出于客户体验考虑 免费保修了4个尾灯 5月7日客户又去萧山检查尾灯开裂现象 发现尾灯被不明液体腐蚀导致 因为3月维修时已做出列纹提示 所以保修部位无法再次进行保修 11月1日客户到江南星座特斯拉中心检查 发现四尾灯开裂 即右后叶尾灯 右后盖尾灯有水汽现象 售后服务中心给出建议 水汽现象属于合理的物理现象 请晴天试用几天 看能否散去 但外观问题无法做索赔处理 客户不予认可 目前售后服务中心还在与客户积极沟通 会尽可能协助客户尽快解决问题 恢复正常用车 1818黄金眼 记住报道